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講人講地的執行總編輯 許兆基 很久沒有講英國了 今天我們又去討論一下 蔬菜供應嚴重短缺 令到意大利餐廳 被迫供應沒有番茄白披薩的國家 今天有報導指出 英國外相齊詹明 日前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聲稱 香港言論及集會自由 在港區國安法下被侵蝕 證據包括獨立媒體關閉 勇於發聲者被捕 更加特別提到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他呼籲香港及中國當局 維護眾認聯合聲明 落實人權理事會報告的建議等等 特區政府昨天發表聲明 批評齊詹明言論失實無理 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說他的言論純屬政治抹黑和歪曲事實 並且敦促英國政府 立即停止干涉香港特區的事務 旗詹明的批評老實說大家都已經聽到厭了 但是本節目也都已經先後不知道多少次指出 壹傳媒和黎智英根本就不可以被單純歸類為媒體 如果旗詹明真是不知道發生甚麼事的話 在這裏我也都不厭其煩再一次反駁 到底黎智英是因為甚麼被捕呢 而壹傳媒又是為何關閉呢 2021年8月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以及律師助理陳子華 因為涉嫌串謀黎智英 已經潛逃海外的南炒巴劉祖迪等人 勾結外國勢力 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中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兩個被告當時承認控罪 當日控方在法庭上明確指出 他說兩個被告即是李宇軒以及陳子華和已流亡人士 綽號南炒巴的劉祖迪 他們均為組織Stand with Hong Kong的核心成員 他們請求外國制裁香港和中央政府 而黎智英和他的助理Mark Simon 就在背後的主腦和金主 控方在庭上稱 黎智英、陳子華、劉祖迪等人 曾經在台灣地區會面討論怎樣請求外國制裁 黎智英以及Mark Simon 更加曾經預繳推動計劃的款項 而在黎智英的指示下 陳子華負責擔任組織的聯絡人 李宇軒則負責國外遊說工作 至於劉祖迪則作為攬炒抗驗的精神領袖 組織並且曾經在多份外國報紙刊登文章 亦曾經眾籌推動計劃 換而言之 根據已經曝光的法庭資料 黎智英是整場攬炒計劃的幕後主腦和金主 這個亦是他被捕的理由 我真是很想問一問其占明 若果英國出了像黎智英一樣 疑似出錢出力 組建團隊促請和呼籲其他國家 制裁英國的所謂傳媒老闆 英國是會任由這種人致意妄為 還是會出手對付呢 其占明千萬不要說謊 根據正在英國國會審議的英國國家安全法 我很有理由相信 若果有類似攬炒計劃的事件發生在英國 英國取締和執法的力度 肯定不會低於香港 詩子聲明 由於黎智英相關的國安案件 仍然未開審 現階段他仍然是清白之身 我想帶出的僅僅是 黎智英絕對不是因為傳媒老闆的身份而被檢控 而是因為他涉嫌干犯了港區國安法 兩件事必須分得清清楚楚 不可以有半點的含糊 提到英國正在審議的國家安全法 老實說 我真是認為英國是沒有任何資格說香港的不是 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近日在暴障撰問 直指看到英國前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投資法 以及正在審議的國家安全法 就應該明白港區國安法和英國國安法相比 真是小毛見大毛 他解釋 港區國安法犯罪元素定義嚴謹 只針對分裂國家 顛覆政權 恐怖主義 以及勾結外國勢力等行為 但是英國國安法針對的 就是任何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 至於何謂損害國家利益呢 程度又去到哪裏呢 不好意思 法例是無可奉告的 再者據湯家驊所講 英國國安法更加授權政府在疑犯 未犯罪之前 執法部門單靠情報 就可以把涉嫌有機會犯案者 禁錮長達五年 期間更加是不准使用金融服務 或者任何電子通訊工具 包括手提電話和電腦 說到這裏大家請記住 是涉嫌有機會都可以禁錮長達五年 相較港區國安法 不好意思 英國的國安法才是違反普通法原則 和法治原則的一條法例 除了國安法 英國近日亦都提出 進一步收緊公民權利的法案 以這個公共安全條例草案為例 法案加強規範示威和抗議權利 任何人干擾主要基建設施職屬犯罪 而若示威者在過去五年內 曾經兩次干預或妨礙兩人以上 或者任何組織的權利 英國政府就可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要求該人在某段時間或日子 不得離開某個處所 或者是強制配戴電子追蹤器 未審先判?未審先醜? 是的 英國就是這樣維護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英國政客就是如此不堪 反反覆覆地針對香港 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們知道攻擊了香港 就等同攻擊到整個中國 如果到今天仍然有人不明白 說好香港故事有多重要 看看其暫名等政客的嘴唸 自然就一清二楚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明晚見 拜拜